今天的各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中國聯通762 簡選原因是兩會前夕 國策股受到關注 國務院近日印發 數字中國建設整體佈局規劃 帶動電訊相關股份做好 電訊箱擁有龐大雲端 數據中心等技術和設備 對開發人工智能服務 具領先優勢 預料由傳統版塊 轉向增長型股份 股值得以提升 電訊設備股也可以受惠 數字中國佈局 股份可以留意聯通 去年上半年 聯通的運業務收入 按年上升143% 在三大電訊箱當中增速最快 由於新興業務快速增長 根據彭博綜合勸商的預測 聯通去年盈利 預料增長18% 2022至2024年 盈利的年複合增長率 達到13.2% 今明兩年的股息回報 有6.2L和7.3L 策略上 以周線圖去分析 聯通近日股價 升穿前高位大約6元的水平 和修補5.72 策略上 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中線以大行 給予他們的平均目標價 即是6.7作為目標 未有貨的投資者 可以後5.4去吸納 熱穿5元就適宜減辭 中文字幕標誌 中文字幕標誌 中文字幕標誌